标杆人生 九 什么事让上帝欢喜 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说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恩赐给你 讨上帝欢喜是人生的目的 圣经告诉我们 总要查验何为上帝喜悦的事 然后去做 挪亚是一位让上帝欢喜的人 在那个时代 人已经没有什么道德观 人只是为自己喜欢的事享受而活 从挪亚的身上 我们学习上帝所喜悦的敬拜行为 第一 当我们全心爱他 上帝就欢喜 挪亚一生都跟随上帝的心意 并享受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圣经说 尽心 尽意 尽力 尽兴 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 同样的 爱你和我 上帝盼望我们回应他的爱 他说 我不要你的献祭 我要你的是坚定的爱 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 我要每日读圣经认识主 借着祷告与他亲密的沟通 第二 当我们全心全意 信靠他 上帝就欢喜 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 在他的家前建造方舟 他家离海很远 一年一年过 都还没有下大雨 他被批评 被人讥笑 虽然如此 挪亚依然信靠上帝 倚靠上帝是敬拜的行为 就好像孩子信靠父母的 父母就快乐 第三 当我们全心全意 尊宠他 他就欢喜 上帝指示挪亚造方舟的尺寸 形状 材料 以及要带进方舟的 不同种类的动物的数量 挪亚就按照上帝的吩咐 他都照样做 主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须遵守我的命令 第四 当我们不断赞美感谢他 上帝就欢喜 洪水结束后 挪亚第一件事 就是筑坛献祭 表达他对上帝的谢意 第五 我们使用才干的时候 上帝就欢喜 洪水之后 上帝给挪亚的指示 现在是生命向前进的时候 成家立业 公众扬生 真正做人 这是我造你的模样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件事 不论我们是在工作 休息 还是吃饭 请问你做的是上帝喜悦吗 圣经说 敬千人的脚步 由主来指引 你的脚步 是有照着主的引导吗 同心祷告 感谢上帝 将挪亚讨上帝喜悦的事 告诉我们 求主赐我们一颗 信靠顺服的心 有力量遵行主的道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